此话一出 方尔和赶来的众人皆是一惊 额头见汗 难道方尘发现端倪了 他们早已知晓 方尔便是方尘的女儿 但方尔告诉过他们 不准告知方尘 他要自己找个时间亲自说 就在他们以为方尘知道时 他却是说道 你的父母还真是傻 这般天骄的你居然抛弃了 众人闻言皆是沉默 方尔也是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他可不想 现在让方尘知道自己的身份 听闻方尘的话 他无语地说道 我娘不傻 但我爹特傻 方尘并未听出话语中的另类味道 对于亲近之人 他一直都是神经较为大条 于是附和道 看来你是遗传你娘了 还好 没有遗传你的傻爹 那是 方尔得意道 想必你娘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也会很欣慰吧 方尘又道 我一直都是我娘的骄傲 方尔高傲地抬起头 方尘轻轻捏了他的小鼻子 道 可别得意 若后天进路才刚刚开始 可要好好修炼 明白吗 方尔有些不满地嘟着嘴 道 知道了 你就知道喊我修炼 也不陪我玩 哼 他挣扎着从方尘身上下来 跑到赵师脉和端木白雪身边道 还是赵仪和端木已好 肯陪我去玩 方尘无奈 但也没有管这丫头 而是问道 最近是否有事发生 端木星道 你不闹事 天骄阁倒是祥和 不过入杀人风的天骄 也越来越多 皆是想要夺他人们派所有 获取更多机缘 不过皆为天骄 又各有后手 伤亡很小 但各方的战斗经验 却也是越发丰富 而且 修炼也是更加积极 人皇殿这一手 可谓是极妙 除此之外 洞天伏地又开启了不少 到现在加起来 总共有一百二十多个 其中大部分 都是被我们五座门锁的 我们得了三十五个 其他五座 也仅仅比我们少些而已 还有闹事折否 方尘又问 你那一手 现在谁还敢来惹城门 都很老实 端木星苦笑道 Safe现在我们走在外面 都是扬眉吐气呢 刚虎和王金福得意道 二人脾气合得来 倒也关系不错 很玩得来 而且现在有很多人 想要入城门 你说 要不要招些入门 端木星问 方尘想了想到 现在人手不够 招些进来也不错 不过也不用太多 差不多二十人即可 而且 他们的待遇 不能和第一批进入得一样 想要一样 那得看贡献如何 这些 就交给端木兄了 端木星文言苦笑 你倒是真会给我找事做 我觉得我都成为你的管家了 方尘一笑 没办法 谁救你是最可靠的 你也放心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端木星很是无奈 算是我欠你的 就在走之前 最后再帮你一把 众人闻听端木星要走 都不由得一正 就连端木白雪也不知 他问 哥哥 你要去哪 端木星道 有一些私事要去处理 做完之后就会回来了 端木白雪面露怀疑 他兄长有什么事 从不隐瞒自己 但这一次 却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隐隐感觉 此次兄长怕是要去做大事 但现在人多 他也不好追问 只能等之后再问 之后 众人到大厅当中 讨论起招人的一些规矩 还没多久 千千突然开心地跑了过来 喊道 找到了 找到了 这话顿时引起众人的好奇 方尘见千千 跟个孩童似的蹦蹦跳跳 道 千千 你也是个大人了 遇事要冷静 别一惊一乍的 千千道 你要找的三件材料 已经找到两件了 什么 方尘金座而起 兴奋道 真的 此刻他哪里 还能够保持镇定 他主妇的三件材料 正是炼制水晶肉身的材料 尽管那三件材料 没有其他的难找 但在人静也是稀缺之宝 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就被找到了 千千笔疑地望着方尘 道 淡定 成何体统呢 方尘也察觉到自己失态 干咳一声 但此事不得不让他激动 尽管现在他保命后手诸多 但遇到真正的强者 其实作用不大 唯有三命天绝 才是真正的保命手段 毕竟人死了 就算是大能 也不会跑到黄泉河中 去看自己 是否真陨落了 哼 千千骄傲地哼了一声 随即手中灵光闪动 两个锦盒出现 其中一个河中 有一块如同肉块的水晶体 另外一河中 则是密密麻麻 如同血丝线的灵雾 此刻居然还在蠕动着 就像是活着的般 见此二物 方尘眼前一亮 这正是他日思夜想之物 他好奇地问道 这些你是如何寻得的 千千傲然道 这二宝都很特殊 应该会在特定区域 才会出现 于是我让任凉山 多注意那些区域 果不其然 还真让我给发现了 不过最后一件宝物 有些难寻 但我会时刻关注的 这点你放心吧 一定帮你拿到 方尘一笑 道 好 你的头供我记下了 听到他的赞赏 千千很是开心 随即方尘将两件宝物 收入储物界中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宝 便可修炼三命天绝了 之后他们继续商议 待到傍晚这才结束 待到第二天 方尘前往丹图峰 此峰洞天伏地中 有着专门炼丹的灵火 加上特殊的环境 身受丹师所洗 而此处洞天伏地 也与其他的不同 里面皆是石头砌成的炼丹室 每一处炼丹室 接连接着火麦 方尘来到李火麦 最近的一处炼丹室前 这里正是小琴儿的炼丹室 而他已经很久 没有出关了 他敲了敲室门 片刻之后 里面传出一道声音 谁 我 方尘 方尘道 碰 炼丹室一声巨响震荡 很明显 这是炸炉了 片刻之后 一人怒气冲冲地打开 炼丹室大门 方尘望着眼前 这个满脸黑炭 一头爆炸头的娇小身影 他好奇地问道 你是谁 小琴儿呢 我就是 小琴儿咬牙切齿地说道 方尘面赛疑惑 道 不对 小琴儿没那么黑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 小琴儿怒道 方尘这才笑出了声 这更是让小琴儿气不打一出来 你到底找我干嘛 要是没事的话 绝对让你好看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方尘微微一笑 道 不请我进去喝杯茶 小琴儿想了想 最终还是放方尘进来 方尘微笑点头 随即直接落座主位上 炼丹室中除了小琴儿外 两个侍女自然也在 此刻他们正处理弱炸炉 见方尘进来 纷纷坐捐行李 见他如此不客气地 坐在自己一直坐的位置 小琴儿更气了 喂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赶紧说 别打扰我炼丹 城门内 可是有着不少人 都等着我的丹药呢 他道 见其不耐烦的样子 方尘微微一笑 拿出玉筒 道 幼幼 小琴儿狐疑地接过玉检 神识探入其中 而当他看到玉检中的内容时 焦躯一颤 绝美的脸蛋上 满是震撼 这是 九品神丹师的传承 他忍不住脱口而出 哪里的话 小琴儿笑颜如花 此刻哪里还一副昆仑奴的模样 不知何时 已经换上一身粉红短裙 露出一半的做人之处 和修长的粉红玉腿 至于脸上 更是早已换上精致的妆容 如此迅速地换装 可将方尘吓了一跳 小琴儿则是来到方尘身边 按住他的肩膀 让其重新落座 并来到他的后面 不断为方尘按摩肩膀 道 门主到来 我怎么会不欢迎呢 两位侍女也立马上前 来到两侧为方尘捶腿 是啊门主 您闭关的时候 小姐可是日思夜想呢 是啊是啊 偶尔小姐恋丹太累睡着了 还不断念叨你的名字 说要亲亲呢 两位侍女开口道 但这话却是让小琴儿的脸蛋 刷得一下就红了 你们胡说什么呢 她羞愤地怒视二女 二女哪里做和她对视 都低着头给方尘敲腿 但还是忍不住地愚笑着 这时方尘开口道 嗯 这么说是没有了 小琴儿很想说没有 但看方尘 那细血的神色 明白自己否认的话 对方只怕还会继续调侃自己 现在唯有隐忍 才能得到御检中的传承 他羞愤得咬牙切齿 只能说道 有 自然是有 方尘这才满意一笑 那御检可以让我再看看吗 特别是他现在这一身石板 身国石特的楼样 还真能够让人动心 见差不多了 方尘也不再刁难小琴儿 再度将神丹师传承拿了出来 道 看在你这般有诚意的份上 这份传承就送给你吧 小琴儿欣喜地接过御桶 将它紧紧抱在怀中 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什么 惊恶地望着方尘问 你打算将这传承送给我 方尘点头 对 本来就是要给你 相信这传承 能对你的丹道有极大帮助 但这可是九品神丹师的传承 哪怕是整个人静 也仅仅只有一位九品神丹师 你可知 这东西如果公布出去 会在丹界 引起多大的渲染大波 小琴儿道 哪怕是在天交阔 也仅仅保留很少的九品神丹师 传承而已 如此完整的传承 哪怕是他的家族 也不可能拿出来 甚至只要他带回去 必定会被家族 本为家传至宝 嗯 我知道 方尘点头 那你还这般就给我了 嗯 给你了 没要求 倒是有一些 以后尘门的丹药 都得交给你负责了 毕竟无暇灵丹 要比普通丹药更假 就这点要求 嗯 就这点要求 方尘点头 小琴儿沉默 他倒是看出来了 这神丹师的传承 对方尘而言 可有可无 只怕就算自己丢了 方尘也不会太过在意 你放心 就算你不给我这个 尘门众人的丹药 我也包了 还有这神丹师传承 我可以向你保证传承的 尽管方尘不在意 他也必须在意起来 此丹师传承的重要性 他可是十分清楚 方尘也没有拒绝 他其实是明白这些的 好了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就这样吧 好好修炼 日后尘门丹药 可都要靠你 他倒 放心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小琴儿自信地保证道 对于自身丹道天赋 他还是很自信 如今更有这般传承作为依仗 他有自信 能与天交阁的那些 顶尖丹道妖孽争风 两位侍女文言 也皆是一惊 满脸的不敢置信 而就在他想要继续深究时 方尘手一招将玉姐收了回来 并站起身道 哎 该回去了 反正这里的主人 都不怎么欢迎我了 方尘也不再多言 挥手离开 两位侍女目送方尘离去 神色复杂 一侍女道 小姐 你就这般收下这份传承 那欠方尘人的人情 可就更多了 另外一位侍女也道 是啊 之前奇迹之事 再加上此次传承 小姐 这份恩情可没那么容易还了 小琴儿一正 这才意识到这一点 来城门本是为了还恩 现在倒好越欠越多 侍女道 这份恩情 只怕想要报答回去 没那么容易了 除非 侍女犹豫不决 除非什么 赶紧说啊 小琴儿焦急地问道 侍女狡猾一笑 道 除非小姐以身相许 成为方公子的女人 那就没有欠字一说 哥哥哥 另外一侍女 无嘴偷笑 呀 小姐不要 奴婢不敢了 小姐 别 别啊 小琴儿的脸蛋 刷的一下就红了 羞怒道 好呀 你们两个 居然敢取笑我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们 方尘并不知他离开之后 炼丹事中正发生着 让人血气翻涌的事 他现在最为关心的是 是今晚落月湖 与梦瑶一见 落月湖 此处并非什么修炼之地 乃是前宗一处游玩之地 风泪极佳 灵气充沛 每当夜晚降临 弯月就像是落入湖中 展现出奇异的粉色 让其显得更加唯美 平日来此的天骄也不少 毕竟如此美 最确实能让人心旷神怡 但今夜偌大的落月湖 却是没有太多客人 唯有方尘独自落座小亭 方尘落座于落月湖一处观月亭 此亭四周皆是鲜花 十分漂亮 他望着已经升起的月亮 心中不知为何有些紧张 数年未见 自己始终无法寻得解决之法 不知诸人是否会怪罪自己 方哥哥 就在他沉思时 一道熟悉又动听的声音响起 再度听到方哥哥的称呼 方尘身躯一额 呆呆转头回望 那位家人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梦瑶一身蓝色长裙 幽花作伴 将他恶娜完美的身材 展现而出 更显妖艳 脸上带有几分淡妆 让其绝美妖艳的容颜 更加清澄 哪怕这张脸 不知多少次 出现在方尘十海之中 再次望见 还是将他惊艳住 还未等方尘开口 梦瑶猛然向他奔来 扑入怀中 美人入怀 微妙的触感与熟悉的体香 让方尘心中震战 随即也紧紧抱住 二人无言 抱了不知多久后 这才不舍放开 梦瑶展颜微笑 风情万种 还是如同以前那般 妖妹却不做作 方哥哥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 好吗 我很好 只是 我一直未能 寻到救你之法 天灵狱 沈家 天交阁 方尘 每到一处地方 都会寻找解决 孟家老祖之法 奈何夺舍 实在是太难解决 孟瑶和孟家老祖 又十分特殊 解法虚无缥缈 复杂无比 他也曾经想过 用水晶肉身 来塑造孟瑶的新肉身 但很快就否认了 不休轮回之道 压根就毫无可能 就算有轮回一道 也必须有类似于 轮回世界术这般的质宝在 否则也是毫无可能 但在孟家老祖面前 展露出轮回世界术 非但救不了孟瑶 反而会被对方 以此作为要挟 孟瑶文言微微一笑 道 方哥哥 不用把自己逼得太死 孟家老祖虽然躲我肉身 但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不会对我如何 尽可放心 可是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方辰道 孟瑶突然伸出手指 堵住方辰的嘴唇 含笑道 方哥哥 如此美景 我们就先别说这些事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陪陪我可好 方辰深深望着孟瑶 最终缓缓点头 孟瑶笑容更胜 拉起方辰的手 开始在落月湖逛了起来 路上 二人不再谈论夺舍之事 一边在聊着天 一边在落月湖走着 方辰讲了二人 上次分别后的事 当然 关于林雪岩的事 自然是省略过 孟瑶对此笑而不语 也并未揭穿 而听到方辰 前往天灵狱所遭受的种种之后 孟瑶顿感提心吊胆 特别是在机缘之门前 被斩杀过一次 若非是方辰反应迅速 只怕已是阴阳两格 回归九州后 又是集火神山一战 抵达天南狱 又遇沈蔓一事 听到方辰竭尽全力 却依旧就不了沈蔓 孟瑶也是神色感伤 握住方辰的手 又紧三分 再到驻舟城奇节一事 可谓是一路上惊心动魄 听完讲述 孟瑶依偎在方辰怀中 满脸柔情心疼 她有很多话要言语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只是突然停住脚步 将头深深埋入方辰怀中 方辰一正 见孟瑶紧紧抱住自己 展颜一笑 也抱住若 二人就站在湖边 享受着唯有彼此的世界 不知多久 孟瑶才从方辰怀中离开 再度露出妖艳 而又甜美的笑容 道 方哥哥 我知道你不断强大 是为了救我 不过你也放心 尽管我肉身被夺射 但也在想办法自救 老祖也答应过我 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肉身 就会将身体归还于我 合适的肉身 方辰闻言眼前一亮 手中翻转 将水晶肉身拿了出来 这个可以吗 她问道 孟瑶望着突然出现的水晶肉身一愣 差一道 这是水之身可中多 方辰点头 有着肉身 你那老祖 也可塑造自己喜欢的肉身 就不用占用你的了 孟瑶闻言却是苦涩摇头 水晶之身心好 但不适合我们孟家人 不适合 方辰不解 孟瑶解释 我们孟家较为特殊 以孟道为主修 孟家老者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 正是依靠没有时间 空间 轮回的梦境 为了脱离天地法则 他将自身灵魂炼制为梦魄 藏于梦境无尽岁月 想要夺射 必须是其肉身对于梦境的契合度 达到九成九以上 水晶肉身 却与梦道无关 更不可能炼制成初和精学消中肉身 这也是为何想要寻得老祖适合的肉身如此之难的原因 所以 孟家只能在本族人中寻找 这是最有可能 也是罪话 梦道 方辰文和数 孟家老祖数万年都未能寻得适合的肉身 如今才等来梦瑶 想要让其离开 其难度不言而喻 唯有自己不断变强 前往鼎域 或许还有希望 好啦 见方辰神色浓重 孟瑶含笑道 我可不想 方哥哥因为我而一次次陷入危险 也不想因此而毁了我们难得一次的相约 前面有个亭子 我们去那里坐坐吧 嗯 方辰含笑点头 二人来到亭前 却发现亭后有一棵树 树上有着干丘 正好能让二人落座 孟瑶一喜 拉着方辰一起坐上千丘 班 只是不知是坐千丘之人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二人坐在一起很是勉强 必须依偎在一起 不过孟瑶可不在意这些 拉着方辰落座 二人几乎是身体一侧紧贴在一起 不分彼此 甚至孟瑶还抓住方辰的手 放在自己柔软的细腰上 这鞦韆一荡 方辰的心也是荡漾起来 气氛越来越暖昧 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燥热 方辰连忙找话题 这落月湖 今日为何一人都没有 孟瑶妖妹一笑 道 我让孟门的人守在外面 今夜谁敢踏入落月湖 那就是跟我们孟门死仇 方辰闻言恍然 怪不得呢 方哥哥 孟瑶突然喊道 怎么了 方辰望向孟瑶 却见对方那双眉眼正深情地望着自己 孟瑶用他那可以魅惑天下 男人的声音道 方哥哥 我们好久没做了吧 从本尔眉眼下